欢迎大家收看《心灵断舍离》系列 未来一年六集 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助自己 做回心灵空间的主人 看空间你会想起什么 当然是想起自己住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去整理的技巧 去帮助我们做回我们屋环境里的主人 我们常常都说一间屋的环境 就是正正情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我也有说抑鬱症的朋友住在过去 所以他们会团积很多关于过去的物品 例如失恋的物品 而焦虑的朋友就活在将来 所以就会团积很多 比如餐具、纸巾等等一些 可能会用到 但也未必需要那么多的物品 当然也有朋友就是透过一些物品 去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 在我们的辅导里面 也都见过一些个案 就是团积几百本的爱情小说 因为它在现实里面 它得不到一些的满足 所以它唯有寄情在这些物品上面 但记住在一间屋里面 我们自己才是主人 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忘记了 变成物品就成为了他们的主人 所以我们也提到就是 我们决定自己的物品的时候 我们要有三个原则 就是究竟喜不喜欢 舒不舒服 还有合不合适 这三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说起断捨离 我们也有一个原则 就是断住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捨弃多余的废物 还有脱离对物品的执着 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我们不要让一些不需要的物品进屋 如果进屋的 我们要懂得区分 需不需要 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到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真的脱离对物品的执着 记住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才是自己的主人 我们是可以主导我们的环境 掌控感应该是粗号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下一集里面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透过不同的整理技巧 去帮助我们做回自己的家 自己心灵的主人 下集见 拜拜